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能控制自己的人生 纵观苏氏的一生 恰恰印证了这句话 一 逢人不夸耀自己的能力 明朝大思想家吕坤曾言 古今成大事者 无意不是心平气和 沉稳谦逊之人 他叮嘱世人要牢记三计 气计胜 心计满 才计录 苏氏自小便有神童之称 十几岁的时候 以便揽朱子百家 二十岁考取近视 为百年第一 年纪轻轻便取得惊人的成就 苏氏不免有些飘飘然 于是经常出席各种诗文唱和的场合 逢人便彰显自己的才华 他自诩知识渊博 才知过人 认为按自己现在的水平 可以撑得上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了 于是大笔一挥 在经常接待客人的书房门上写下一幅对联 十遍天下子 读尽人间书 一日 一位长者登门拜访 当老人被人带到书房 看了书房门上的对联时 不由地微微一笑 然后从绣筒中拿出一本书来 十分谦恭地向苏氏求教 苏氏打开一看 是一本古书 不要说自己从没有读过 就连里边的字也有许多不认识 他不得不面红耳赤地低下了头 那位姓朱的老人健壮便笑着说 天下那么多书 也许有公子没见到过的 我再去请教别人吧 就不难为你了 苏氏听了 顿时如芒在背 羞愧得无地自容 待把老人送走后 他快步回到书房门口 将那幅对联撕得粉碎 然后回到屋中 又重写了一幅 贴在书房的门上 发愤时变天下字 立志读尽人间书 从此以后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个骄傲自满的少年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生千功 学无止境的大文豪 《道德经》中说 自现者不明 自视者不张 自法者无功 自精者不长 眼里只有自己优点的人 就看不到别人的优点 自以为是的人 就听不进别人的话 越是厉害的人物 越懂得低调 把世界放大 把自己变小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只有以永远已学习的心态 不断学习 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 逢人不议论他人的是非 苏氏曾经留下这样一首诗 高山时广经营少 是上人愁君子息 香蕉不必尽言语 孔落人间惹是非 在职场上 苏氏是一个仗义直言的火爆性格 但是在生活中 他永远是一副温文尔雅的君子秉性 公元1100年 苏氏结束了自己半生的贬折生涯 有传闻他将北上入朝为相 于是 一路受到热情款待 有的是他朋友 有的是怒鸣而来 或许有意 或许无意 苏氏一路走来听的最多的就是他的老朋友张敦的消息 因为得罪了新皇帝 这位直接害他在外流浪多年的老友间政敌 现在走上他的老路 被扁他乡 在很多人的眼中 这里应是苏氏报仇的好机会 但是 苏氏始终沉默 张敦之子因害怕其父曾经对苏氏的迫害甚多 而受苏氏打击报复 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苏氏 请求他的宽恕 关于张敦的孰是孰非 苏氏只字不提 只叮嘱他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 多备些家常用药 苏氏还给病中的张敦寄去一些药方 主旗多多保重自己 警示通言中有一首短诗 广之逝逝修开口 纵使人前指点头 假若连头也不点 也无烦恼也无仇 人或多或少都有爱讲闲话的毛病 不少人热衷于把别人的隐私档做自己的谈资 却忘了祸从口出 宋代文人卷入党争的非常多 很多人常常背后借私得攻击政敌 唯独苏氏就是论事 从不议论个人的是非 难怪胡 在朝堂上和苏氏争锋相对 不肯退让的王安石 会在苏氏深陷乌台实案 被人陷害的时候 为他据理力争 六祖谈今有言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人生真正的修行 眼睛不会紧盯世间别人的过失 而是看到别人的过错 反观自己的言行 这样的人 即使是非加深 也终会化险为夷 三逢人不抱怨生活的委屈 林宇棠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写道 我若说 一提到苏东坡 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的确 苏氏的一生颠沛流离 横跨了大半个中国 但是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 永远是一个笑口常开的模样 自笑平生为口芒 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锅之余美 好竹连山绝笋香 竹客不防云外置 诗人立作水槽狼 只残五补丝毫事 尚费官家压酒囊 苏氏的官职一扁再扁 从地处偏僻的黄州 一直到天之雅海之角的海南 那时人们经常可以看到 这位曾经纵横京师的大才子 默默无闻地在田间劳作 生活上的艰辛暂且不论 心理上的落差 也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精神意志了 被政敌打压 被朋友陷害 连吃了饭都差点付不起钱 生活中有太多的 委屈不足为外人道 但是他总能自得其乐 看到地上冒出麦苗 他会欢喜得像个孩子 没有了御盘真修 一盘东坡肉 就足以让他大饱口福 离开了高高在上的庙堂 他可以把整个江湖 变成自己的书房 苏氏晚年被流放到病无药 居无事 初无有 东无碳 夏无寒泉的南海 几乎没人相信他能生还 然而65岁的东坡老人 不仅活着渡海而归 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著作 为他的人生添加了最辉煌的一笔 最后 连苏氏自己也颇为得意地说道 汶汪大庚岭上柱 曾见南迁几个回 人间的世事非非 生活的万般委屈 被他一股脑地活成了机缘 曾国藩说 牢骚太圣者 其后必夺一色 盖无故而怨天 则天必不许 无故而尤人 则人必不服 感应之里然也 牢骚太重的人 今后的路一定不好走 因为他不会反思自己 不会改进和提升 失败在所难免 成熟的人 懂得从自己身上 找原因就够了 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委屈的 你只需认真做好自己 一切自有安排 人生暮年 有人曾向苏氏请教 长寿良方 他笑而不语 提笔写下四句话 无事已当贵 早晴已当富 安部已当车 晚时已当肉 人世间的世事非非 都是俗世的见解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为是非所谓 就像蔡根坛中说的那样 得趣不再多 盆吃全时间 烟霞俱足 会紧不再远 棚窗逐屋下风月自舍 眼中无是非 便是自在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昨天深夜回家的时候 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 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 沿开时光倒流 画面紧无依旧 停在马路灯 红绿灯灯 过了头 又被寄托着不能走 又被寄托着不能走 今天都是终灯 或许愿 或许愿翻倒了 开了笑了散了 哪怕是火焰的云烟 怕是从未曾实现 如果你是真的 如果你是真的 也就代表我 在世界边缘的尽头 下路相逢的时候 遗憾难过 你不知道的我 你不知道的我 要被寄托着不能走 又被寄托着不能走 又让时间画一道伤口 天黑了我醒着 天亮了我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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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彼此和明天都是 中的 天亮了我哭的 或许愿翻倒了 开了笑了散了 哪怕是火焰的云烟 怕是从未曾实现 如果你是真的 也就代表我了 也就代表我了 在直接边缘的尽头 在直接边缘的尽头 下路相逢的时候 我许愿奋到了 开了笑了散了 你很难过 哪怕是火焰的云烟 哪怕是火焰的云烟 怕是从未曾实现 如果你是真的 你真的 也就代表我了 在世界边缘的尽头 下路相逢的时候 你很难过 你不知道的我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